各别开启投影机 那现在呢 早上我们到学校来 老师把电脑打开 对不对 那现在第三节课 我需要使用投影机的时候呢 好 这时候呢 再来点这个 那老师别忘了 一定要先把按打开 在它亮灯的模式的时候 这一颗才能启用 来我点一下 好 这时候呢 已经把讯号传给投影机 投影机呢 就会打开了 那我们第三节课 就可以使用电脑来进行 教学的动作 好 已经看见Epson的符号 对不对 那就再等一下 因为投影机在开启的时候 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这边提醒老师 投影机按 叫它开 叫它关 没有办法及时哦 因为投影机 灯泡都要散热 需要一点点时间 所以就请老师 如果马上关闭 需要等一下才能够打开 那开的时候 当然也必须再等一下